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景点乔士碑 2017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西宁战附加赛216近160 双败淘汰TV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阿苏苏新元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庆永 张志导 晚上好 阿苏你好 今天本时段的比赛也是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穿白色衬衣的 来自山西 来自辽宁 现在定居山西的杨镖 对阵来自黑龙江定居西宁的戴尔丹 比赛采用80分钟限时 13局7胜 双方轮流冲球 所有球不用爆带 本轮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胜部的比赛 谁获胜 谁将进入到本次比赛第一阶段 输球的一方还要在败部继续突围 两位选手都很有意思 他们的定居地都不是自己的老家 没错 中代有球进 而且能看到 咱们杨镖现在使用的球杆 就是咱们上一次 在石家庄里面 是公开赛上面看到的 我们常说的黑科技 对 也是每个望心产的一款球杆 在三系列之后的一款 那么印象最深的应该也就是 我们想想 扇红女 扇红女在使用这支球杆的时候 冲球力量大 然后军球多 没错 给我留下印象相当深 在杭州站 嗯 但是他现在在这个西宁定居 就是在 我们本次比赛的承办方 对 海林桌球俱乐部任职 那么他也是为了本次比赛啊 忙前忙后 没错 确实给很多的球手朋友啊 车接车送 在这个机场 赛场之间 有安排 对 很辛苦 赛前也是 据我所知 还是手受伤了 没错 这次也是带伤啊 上场 也是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 去年在北京 那个时候还在 星知慧这个球房 见着戴尔丹的时候 还没有头发这么白啊 这一年短短 时间没有见到之后 整个人感觉 不能说老吧 就憔悴了一些 工作嘛 因为你心里边要去惦记几个店 然后怎么样去管理 据我所知 戴尔丹应该是 在海林这边的 好几家店 都是有去做管理的 对 他下面有自己 单独的经理 然后他是不是属于 去管这几个啊 大管家 而且本次比赛也是 忙前忙后的 没错 从他也是没打击 戴尔丹跟张志导应该算是老乡 我们是一个城市的 加哥达旗 我戴尔丹 夏红颜 石昌山 嗯 行男四人组 哈哈 我们都是来自于黑龙江大厦领 加大骑士 加哥达旗F4 也是大家以前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 大家都出来 结果又从事的 还是以前喜欢的一项运动 真好 杨彪呢 是来自辽宁 但是现在定居在山西 嗯 这边自己有自己的球房 然后包括直播 以及品牌代言 现在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很多球迷朋友 也是对杨彪非常的喜爱 所以两位球手 在比赛当中碰到力 我们看一看 球技高低如何 双方已经过一过招 嗯 还是有点轻啊 这杨彪两窟交位 没较到15号 还要再来拼 轻度还是相当好 但是白球也是没过去啊 那看15好像是打不到了 这根 这个高端 选的线路是一个多库的线路 下边底库 右边边库 左边上方边库 再上去 还要钻这个25风机 有可能 轻轻的线路是一个多库的线路 看运气 差一点点 让他扬镳 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去叫一个二号油边中带啊 就向上的把黑八与另外一颗单色四号球去顶开的位置 那现在这杨球看看 诶 有可能五号角度合适啊 直接也同样打 右边中带啊 就向上高端 稍稍K一下 看看要不要去K 还是先打一杆 然后拿二号顶一下 看到角度 稍稍有点薄 这杆球肯定是要顶四了 关键是你能不能K的比较薄 将四号球K到左边 上方带高 感觉上直接啊 想B开四是不太好B了 做了一根防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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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时 左下方 带脚附近啊 两扣向上 差一点没碰到 自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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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杆球呢 红三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 但是后面黑八 交位的时候呢 最好打右边中带是被挡了 角度很关键啊 最后一个红三位 要低端 要低端去顶嘛 直接上来线 如果叫左边中带的话 要一定尽量 目标就打厚一点点 带低端 带些右塞 碰构 往下边一弹 刮到十五 第一局 杨雕胜 比方一比零 谢谢 感谢 感谢北京景点华语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 企鹅直播平台 野豹台球杆 威力台球杆 英国市创6811台尼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优泽台球计费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 昆仑山 雪山矿泉水 青农集团 青海青农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都市花园酒店 西宁领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等合作品牌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或者登陆中式八球网 查询相关的比赛信息 这样子 大耳章开球 好 请订阅 通货 높 继续 张 这一号球右边中袋 看这颗横台之后的效果 本意是过来横过来之后 叫10或者12号球的其中一颗 现在如果不好打的话 打13号就包边 白球往10号就上方来放 再往下打的话 也没有球打 打13号就上方来放 这篇扬镳也是非常清楚 15号就不露给你 12号就有4号就来牵制 那应该如法炮制啊 继续 10号就上方来做文章 想法都挺好 打完之后 利用开轮顶10号球 往左上方带口这边来放 利用组后就原理呢 白球停到7号就右上方 里面有好球进攻 但现在的话漏球了 好吗 谢谢大家 10秒 yes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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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球 好球 这手 你这送了一根啊 现在戴尔当个扬镳 打成1比1 调局戴尔当胜 一根1比1 打成1比1 第三局 将标开手 炸球有球劲 而且能看到 杨淼在冲球的时候 并没有使用特别大的力量 等于说在技术通上 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左下方二标球 打进上来 勾一下6 从现在画面上来看 左上方7 肯定是现在有机会可以打 要不要攻 还是说打5 去叫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再来过渡 那现在打7 很简单的轻推 就可以叫到黄鱼右边中弹 力量太大了 还是可以利用一些低杆 避开下方的13号 看力量 还是有一些过头 来看红三 会不会用一些反赛 将白球弹扣出来的效果 减小 然后去叫6号 打了一些反赛 看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 看角度 是不是要高杆推两扣下来 还是直接轻推 应该还是有角度的 不是特别直 二比一 杨彪领先 谢谢 大尔丹的两次冲球 都是有球稳稳进中带 也是找到了这个冲球的窍门 起码在这两盘的冲球当中 杨彪这两盘也是差不多 杨彪刚才有一盘 也是上一盘球 扎青这一盘 力量不大 但是中带有球进 而且过线的球也是不少 看来他现在对自己手里 这次冲杆也是适应的不错 人杆合一了 好 现在这个位置感觉十一有可能是不太够的 要打的话双方有十二号 十一是不够打的 可以再利用一个低杆打击白鞋往回拉 大一点叫十一小一点十五根九号都可以过度 要凭护白鞋往回拉 起来 触摆 这边要不要有刷落机会,现在二号球有角度,要不要吃两空,来去把六号球带一下 还是说旋转用的比较多 再来,四号球要不要K,还是后面,其实我觉得六号球这个位置,离枯边风险还是比较大 如果是这几个球不太好去衔接,你能K一个很好的效果,可以尝试去较位 看力量,光一角度还是不算好,白就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对 空三 再来 会不会再来一个,两裤向上勾 下赛首先就是没有打劲啊,这番球 但是这个伸法跟动作已经慢慢的打出来了 嗯,个人习惯啊 嗯 你没K出来,我帮你K干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对戴尔兰来说不好啊 嗯 嗯 做防守 10秒 先试 红三还是漏了 这篮球主要就是要把红三 最好挡的右上脚底带挡住 现在 扬镳是有的拼啊 打得非常坚决 还绕吗 从上方9号里边 再两扣到三扣出来 右边总在上方第三扣 就量了一个不去强求的位置 轻推 用反载来献力 第四局 你继续 六局 杨彪开球 再来看 杨彪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冲球 冲在有球下 上去的球还真不少 最少上去有四克 能看到它力量用的还不是特别大 对 证明它真的是对目前手里这次冲转用的 还真的是德行应手 好马配好安 好手配好甘 而且它跟扇红宇是两分别 扇红宇就是洞 中间炸非常正 然后力量很大 目标是乱跑 然后也是两三克三四克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跟这种控制型的还是有些区别 我大概去炸正了是有把握进行带的 这种控制型的这种冲球对手感的要求非常高 杨彪这盘球最难的红三 如果杨彪能够把这个冲球的手感稳定住啊 结合它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本次比赛很有可能是一匹黑马 对啊 这个炸球环节如果是成功率这么高 是很容易打出一个很好的分数的 尤其是炸清率 对手碰到你总是没有一些太好的上手机会 除非对手炸清率很多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场 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了 明天是上午9点钟 对 比赛继续开打 这盐标能看到绝对不乱打 不会宽工啊 就是盲工不会 打球很有目的性啊 该防的时候该做的比较死的一些斯诺克啊 肯定都要去做的 所以很多可能刚刚看到杨彪打球的朋友们啊 老球迷就不说了 嗯 可能有些刚看到杨彪打球的朋友们 不要被他的一些动作所迷惑啊 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他所有的技术动作呢 一边啊 这些肢体语言都是在出完干之后 嗯 接触完白球之后的一个顺势的动作啊 所以应该还是他多年在外啊 打球形成的一个人习惯 个人习惯 不太好改 所以说还是那个电影常有的一句话啊 专业表演请勿模仿 首先人家动作统一稳定 之后再做的一些动作 看着翻带 我立刻 相当好 这个翻带 也是打着带着一些后手啊 白球争取贴到十一号右边 就是我不计你也没什么太好打 冷灯翻下最好 翻不下呢 你也没办法攻 就像张伦导之前说的 杨彪今天的就是 我执行的特别坚决 嗯 啊 这点的话 球员都是要争取 尽量这样去做 不管是方手还是进攻 想去打了 就坚决点 嗯 好球 两球中间叫双位 再来 有个大进 锁冰中带 明显是低竿打厚了 然后又再比较多 还是有些运气的啊 嗯 把对手呢 十一号就给挡住了 带尔弹对干呢 也是一样 不要着急进攻 争取先做一杆防守 让对手把四二球截走 或者是要一杆自由球 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很容易先碰十一号 因为你扫的要足够薄 它可以进球 跑球啊 还是 因为十一号在它的前面 这个位置就是 很容易出问题 你从里边去勾的话 放到这儿是可以 找机会接力了 对 比如说十五号或十四号 你这边带尔弹 是没有看十四 后来下方十二手先打掉 还是要先借呢 还可以 那么十操推下来 一个关键的边扣球啊 尽量较得稍稍好打一些角度 因为刚好自己右上方带口 有十一号可以过度 这杆白球可以不太强球的去浇尾 白球不要因为打不尽 给对方浇了个中道 嗯 准都没问题啊 打十三也没关系 顶到黑巴轻轻顶一下也是可以的 打成这个样不如刚才轻轻顶一下啊 然后黑巴位置在中央也是特别好叫 现在呢 轻推是很有可能避开或者轻轻带一下黑巴的 这样白球跟黑巴就远了 不如前面先打一根十三了 左上角 连推带下啊 好 厚了 杨标要不要拼 还是做防守 比如说尽量轻轻的把四二就弹到左上角 挡黑巴 再或者就是把白球再跑到现在现在的一个上方啊 类似于现在白球位置 还是拼 这个位置黑巴不算很好打 嗯 抽干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没打劲 底带又漏了 嗯 准啊 看看杨标的准度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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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力想带 六指 杨标 你那杨标这准准度打的啊 嗯 非常潇洒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第六题大尔丹开球 现在这边大尔丹炸球炸的效果不错 但始终没有把炸球的优势变为整场比赛的一个盛势 而反观对手杨彪呢 加气旋转来 这个非常的勇敢 准度呢也没得说 感觉现在这个世纪上 杨彪领先很多 这个位置就可能又要停了 要强行翻带吗 要不要下面这两个球要不要动 动的话就再打上方的二号球 就是防白球啊没别的意思 感觉杨彪今天这几番球打的要比戴尔丹熟 他打的就是一个战术 就是很明确的战术 好的时候我就 不好的时候肯定是打防守管机 我不太会跟你去拼一些长台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可能也是近些天 比较忙之后 反正状态比不上这个 就像目前来看 比扬镳有一些差距 就是挡带口 看效果怎么样 这位置戴尔丹可以给他帮进去 但是小心不要留五号球左边中带 很容易这个安球打完之后 就给对方留了一个左面中带的进攻 关键看杨彪怎么来处理啊 这个四号 他下面啊打到后面黑霸 还是有机会可以接力的 打7 打2 7号就有机会去顶4 现在这个二号呢 右上角抵戴打进 打就需要低竿控制的好一点 才能叫到3或者7 凭起力量上呢 不能特别大 顶一下3再起来 看效果怎么样 不算好 贴没贴住 这打法也是非常聪明 贴住7基本上你就要解球了 解完之后我左边中带4号球一漏 我又可以接机会 然后清台 你这球留到上岸区 我3号球可以先进 下岸区我4号就可以先进 比赛时间已过半 就这个球员的球伤还是比较高 右下角 过头了 看底带吧 底带好像10号球是不是挡 把15号就挡住了 也是不太好确认 这个角度好像是有点够下的意思 够是应该够 就怕这10号就被碍眼了 再打进 轻推或者灯杆都可以 尽量往下走多一点点 灯 那就再推一扣弹起来 14根黑八角同带就好了 但是这干球角度大 是有可能要用一些赛了 左赛高竿 要不就低竿跑两扣右赛了 右赛低竿两扣 目标球没进 这几盘球 他很喜欢用这种反赛卸力的方式去 控制排球 也是打出来之后 个人的习惯 习惯了 对 技术特点 用旋转去找 他用赛用的还比较多的 很熟练 尤其这种推赛啊 软赛啊 打得特别好 有下鸟底带 他会不会依旧来一个长台响戴啊 这一点非常好的 应该是人家深呼吸啊 调整节奏 第六局 杨镳胜 逼分5比1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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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标开球 十三 嗯 头一干啊 杨镳在冲球环节上是没有球近带 并且留了一个大好局面给对方 只要能尽量叫到三二球的左边下方底带啊 这盘单侧就全解开了 K一干 看角度和运气 还不错啊 刚好有机会去推两裤或者是 正常登一裤上去啊 叫三 哎 什么情况 嗯 看到了 看到了吧 嗯 你来说什么鬼签考考你 换杆了 可能觉得自己手感不好啊 对 那小头干最起码准处上可能会 你可以去过 临时就是像有点这个临时换 也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一个一云突起的效果 嗯 我觉得这段时间他应该还是一直在用九球干 这也是临时换 对 先生没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啊 当一个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尝试换一换球杆 冲不进球的话换个冲杆 对对对 嗯 有的时候能换出好的效果 有的时候可能是事与愿违啊 那羊毛这盘球主要就是把上方打完之后下边的一扣边15号啊 红三左下方这个 因为黑八刚好在屏幕下边 对于羊毛来说衔接的难度还不算是很大 嗯 直接上去吗 还是先把下方处理掉 先上来 那14跟9 有点直啊 高杆不好走的低杆会拉一点点 肯定是要留角度的 不能叫太直 然后再推 走好位直接一干就可以叫到15号 从右边啊弹两扣下来 不打了 那下方10号球叫下方15 直接先叫最难的一颗 哎呀没必要K啊 动了很强的反赛 加了很强的反赛之后才会K球 嗯 这样球力量太重了 还是前面没有叫好上方14跟9 所以说有点小波动心里面 影响了他这边的一个判断 就是用多大力量 这个白球放的位置啊 带着篮想进攻也不好进攻 你放下边我有15 放上面有9 放中央还可以 不上不下的位置最好 类似于咱们现在开就下边的 支球点的这条线的顶端的位置 中带中带中带 哎呦真危险啊 真危险啊 真危险啊 要不要再考虑我要吗 还是不要打这个球 什么东西 dön 你老板 你一定会 给你 怎么 Dur 不会 诶,又过来顶了一下,左边基本上应该看不到了,下方球,仅仅能看到上方9号 不过你应该中带啊,看能不能打进 真是没打进啊,不过,诶,有漏9号吗,好像是漏了 也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嗯,你看到这杆球,看看,还是比较直,低杆我会拉 交到缝隙里边,一点向下角度 中低杆打击往下一走就好了,正常交个位,不需要K 这杆球如果说你顶的不合适了,就完全没得打了 中立推杆 中立推杆 杨标是继续扩大领先优势,6比1,率先拿到赛点 中立推杆 中立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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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冲球啊 双方都是 戴尔丹今天这个冲球还真是 就起码啊 这个进球率还是一直保持的不错的 就是扩大比分优势上的 进攻上 没有完成 每一盘球里边的一个很完整的进攻 今天戴尔丹这个冲球 咱开个玩笑 要是给景耀 景耀得高兴坏了 景耀今天是最后 我看打到6比6 因为他在我隔壁 来跟对阵河北的王菲 自己冲球了 到底是 就输球了 点球输了 点球输了 王菲是四伐三众 景耀是四伐一众 自己也说这个 罚不过人家 罚不过人家 炸球今天也不好吃了 对 我记得每次见到景耀都是一句话 就是冲球 一球不进 都快坐下病了 感觉 又来机会了 感觉戴尔丹今天是 第一 战役不足 第二 皮太尽险 确实最近工作还是比较累 忙着组织咱们的比赛 然后还来回地去机场 或者站 去找人去接咱们的球员 工作人员 确实能理解 据说晚上还得开会 这是肯定了 主委会这边 他们每天都要去进行一定的会员 比如每天工作的不足的地方 怎么改变 然后赛场的一个秩序 怎么维持 稍稍有点过头 黄衣叫的有点大 灯干也是没灯过来 黄衣还是大 继续还要再调整 右下方五号球 交漆如果能交直的话 直接再打漆过来推 还是有角度 这干就有可能七较三了 然后角度可是能动力干发力 再过来叫一较八 感觉这几干到了扬镳的节奏了 推上去 黑八重断 问题不大了 那么恭喜杨彪 并不写人 赞成了戴尔丹 那么杨彪是双胜 进入到了本次比赛第一阶段 而戴尔丹在明天 还将在预选赛的败部继续突围 那感谢观众朋友们一天的观看 也感谢张志导精彩的点评 明天上午九点钟 我们再见 朋友们晚安 好的 各位明天见